近日央行公布了一项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重磅数据 让所有人都看梦了 截止到2023年12月底 我们的广义货币余额 也就大家口中的MR达到292.27万亿元 去年中国的印钞机这么一印 就多印26万亿3.65万亿美元 这相当于多印了一个印度 2022年印度的GDP大概了3.4万亿美元 这是人类历史上单一经济体印货币第二多的年份和国家 排第一的是2022年的我们 这一年我们多印了28万亿 但奇怪的是 尽管这两年我们超发了这么多货币 我们的股市没有涨 楼市没有涨 就连物价也没有明显的上涨 甚至有了通缩的迹象 那超发的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最近几年 央行对商业银行发行借款 是主要补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的 也就是最主流的印钱方式 商业银行拿着央行的钱 转头就去市场上找最终借款人贷款 这就实现了货币的投放 实际上 不管放水多少 钱都不是直接平均发放给每个人 而是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 将这些钱投放到市场中 企业获得贷款后 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或者投资新的行业 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并提高员工工资 这些钱就这样流到每个人的手中 然而过去两年的情况有所不同 这26万亿的钱到达银行后 银行却突然发现 几乎没有人来贷款了 也就是最终借款人突然就消失了 不景气的行业不敢放贷 而景气的行业也不需要贷款 普通老百姓则都在努力节约和存钱 更别说贷款投资和消费了 因此这笔钱就被动的回流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动缩表 以前有大概一半的贷款 会进到房地产领域 从去年开始 人们都不借钱买房 地产商也不借钱购买土地 企业家们也停止了生产线的更新和再投资 商业银行拿着央行的钱无处放贷 而且他在账面上还要给央行利息 思考再三 最优的选择当然就是还给央行了 因此2023年超发的26万亿 大部分又回流到了央行 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4万亿的货币超发效果显著 而现在超发了28万亿 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市场上没有了最终的接收者 只剩下政府这个唯一可以借贷的对象 而现实是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 目前国内各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投资债务 已经超过65万亿 很多地方政府已经资不抵债 面临着债务违约的风险 因此政府拿走这部分钱后 大部分只能用于偿还旧债 而少部分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中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 并不会引起其他商品通货膨胀过高 这也是中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今年虽然超发了26万亿 但大部分资金仍在国家内部空转 由于没有人借贷 这28万亿自然就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量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